郭文貴議員 要打零了嗎? 好,繼續開會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的逐條審查 請議事人員宣讀條文 如果有修正動議、附帶決議 臨時提案一併宣讀 如有委員對修正動議、附帶決議、臨時提案補簽 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委員、高嘉瑜等16人提案第七條之二修正第二項 情商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因柴固定式 且屬因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 並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 其為此信刑法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七條之二修正第五項 對於第二項第九款之違規行為 應由經杜亮恒專者機關認證認可 及檢定合格之科學儀器取證 其為此信刑法條文 委員陳雪生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之一 分屬汽車及動力機械及悶車範圍之動力載具 動力運動休閒器材或其他相略之動力器具 於道路上行駕駛或使用者 儲行為人新台幣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劃緩 並禁止其行駛或使用 委員陳雪生底二十二人提案 第六十九條 真例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各人動力運聚 只以電力為主 最大行駛數率每小時25公里以下 之至平衡車輛或力士車輛 第四目 動力行動輔具 只以電力為主 最大行駛數率每小時15公里以下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行動輔具 行政第二項 其他慢車第一目至第二目 唯一規定向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登記 領取證照及行駛道路者 除所有人新台幣300元划還 並禁止其通行 真例第四項 其他慢車之個人代步運聚 授權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得依其法律職權或法律 即以法律授權之法規 知識條例之授權 訂定相關管理辦法 第五項 其他慢車之個人代步運聚 除本條例令有規定外 正用第六十九條自行車行駛及處罰規定 第六項 其他慢車之動力行動輔具 當符合第七十八條十 正用行人管制及處罰規定 其為此現行法條文 委員參選生等二十人提案 新增第七十二條之二 電動輔具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個人代步運聚及電動行駛慢車之駕駛人 未滿14歲者 除新台幣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還還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車輛一致保管 形象各類慢車租賃業者 位於租借車輛與駕駛人前 教導駕駛人車輛操作方法及道路行駛規定 除新台幣1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還還 委員參選生等二十二人提案 第七十八條 正列第一項第五款 個人代步運聚及動力行動覆據 在人行道上之行駛數率 超過每小時六公里 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洪孟凱等十八人提案 第四三條修正第二項 違反前箱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 因而肇事者 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違反前箱第五款情形 於一年內再度違反者 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 第四項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箱第一款至第四款 或前箱行為者 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四個月 經收吊扣執照 這汽車再一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 或前箱行為者 沒入該汽車 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林德福等十七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修正第四項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 或前箱行為者 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 經收吊扣牌照這汽車 再一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 或前箱行為者 沒入該汽車 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西伊峰等十六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修正第二項 違反前箱第一款至第四款情形 因而肇事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違反前箱第五款情形 於半年內再度違反者 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 第四項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箱第一款至第四款 或前箱行為者 並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 經受調控牌照 這汽車再次提供為違反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款 第四款 或前箱行為者 沒入該汽車 其維持現行法條文 修正動議 委員工交於旅婚者 林俊縣人工破等提案 第七條之二 修正第三項 對於前箱第九款制違規行為 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 取得證據指導證明者 應由經度量痕專者機關認證認可 及檢定合格之科學儀器取證 並於一般道路應於100公尺至300公尺間 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應於300公尺至1000公尺間明顯標示至 其定點當場能解治單舉罰者一同 臨時提案 一、近日彰化線警察局 台61線彰化路段設置的區間測速設備 因潤體更新導致設備對時故障 公務總局表示 將與交通部警政署 要專家學者及第三方公證單位 建立系統認證的標準規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將演繹建立國家標準的檢定及驗證方式 供各警察單位使用 原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於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及驗證方式前 提案只使用區間測速 進行道路測速之執法方式 提案委員邱顯智、陳若波、洪孟凱、 徐志杰、何欣淳 二、台灣鐵路管理局於2020年2月29日起 應配合防疫措施禁止民眾席地而坐及群聚 原提案要求台灣鐵路管理局 應在兼顧疏運及安全的前提下 提供台北車站大替給民眾共享 不應任意禁止民眾席地而坐及群聚 並且適度增設座以及休憩區域 滿足民眾後抽時之戰器需求 亦能維持空間秩序 提案委員邱顯智、陳若波、林俊憲、徐志杰 宣讀完畢 好,現在進行協商 好,謝謝 好,跟各位委員 還有行政部門,我們次長找報告 大概今天審查交通法案有分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 委員高交於16人提的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 條文的修正查案 還有時代力量黨團領居的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 另外就是委員陳雪生22人領居的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查案 那麼第三個案是 交通部也有建議條文 還有洪孟凱等18人委員 還有委員林德福17人 還有委員謝伊鳳等16人 領居的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3條的修正查案 另外就是邱顯治委員的提案 我們首先 先審查 高嘉瑜委員16人領居的提案 還有時代力量黨團領居的提案 順請委員說明 李坤德周圍 有關於第七條之二 這樣的提案他的目的 當然是要讓執法更具有公信力 那在這邊我們也要請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陳科長今天也有來到這邊 請陳科長說明 目前啊 標檢局對於區間的平均速率 他的執法設備 有要研議納入 因私啊 檢定管理的 這樣的一個辦理的進度 那 據我所了解 這樣的一個 標準 檢驗標準啊 目前是在研議當中 那 預計 也要一年的時間 那請這個 陳科長說明一下 我們的標檢局相關的 訂定規範的這樣的一個進度 來說明一下 標準檢驗局 蘇鴻秀這邊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那個區間提供速率 目前因為 國際 並沒有任何的 度量的症狀機能把它納檢 那我們國內 等於是要 收集國外資料 然後研議一套 整個一個全新的制度 那我們現在正在收集法規當中 那這個整個後續 其實就是 第一個收集法規之後 我們會研議一個 規範草案 然後再來是 依照這個規範草案 我們會去一個 開發整個那個 納檢檢測的一個設備 因為法規出來之後 我們要 還開發那個檢測的設備 那設備開發之後 我們會去 接各個交通主管局 來做一個實證 確認我們這一個 檢測設備跟法規 確實是可行的 那可行之後呢 我們再會去 委託我們的法人 來執行一個 檢定的業務 以上簡單說明 好 請邱賢智委員說明 好主席 各位同仁 那我們的提案 齁就是七條之二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的提案非常清楚齁 就是認為說 這個第九款的齁 行車速度超過 規定之最高速線 或最低最低速線的時候 這個 這個第九款的部分齁齁 那他這個就是所謂的 剛剛這個我們 趙偉有提到的那個區間測速 那因為區間測速的這個問題齁 他現在 沒有經過一個 杜漾橫的專責機關齁 去認證跟 認可嘛齁 然後檢定合格的科學人去 儀器去取證的話 那一直在發生爭議齁 那你看彰化這個例子就是說 他開單開了 這個兩個月之後齁 他現在已經全部都撤銷嘛 那也惹起了非常大的 這個民怨齁 那本來 他就是一個 在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的一個這個處罰齁 那當然 你要處罰的時候 人家會問你啊 那你的正當性的基礎何在齁 那剛剛 這個科長講說 他要 這個 一年的時間齁 然後去研究 這個其他國家 國外的這個 那個 這個經驗齁 然後來訂定一個 一個 這個程序 或是說一個規範齁 那就這部分就是說 你在還沒有 制定這樣的一個規範之前齁 沒有一個取得正當性之前 你本來就不可以去 用這個東西嘛齁 所以我們的 主張其實非常簡單就是說 我們希望訂定這個七條之二 就是希望齁 如果 最好是不要用齁 因為你根本沒有取得一個正當性齁 沒有一個 法規依據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以去處罰人民齁 齁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 你要用的話 你必須要 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 增定的這個條文就是說 你必須要 經過齁 杜陽橫專責機關的認證認可 以及 檢定合格的科學 去取證嘛 齁 或者的話 這個 處罰之後齁 然後這個是一個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第一個 所有的國家行為都要有 尤其是限制的民權力 要有法律的依據齁 第二個是說 他有一個救濟的管道 所以被處罰的人 他是可以去法院打官司的 當法院打官司的時候 你也是造成了法院 齁 我國的法院這個訴訟 已經太多太多了 這個 司法官過勞的問題 已經太嚴重了齁 齁 你大量的案件進去之後 人家第一題就問你說 那你的正當性何在 為什麼你測的是對的 齁 然後人家就這個 老百姓拿出了他的 這個行車紀錄器齁 然後 指證立立說 你測的是不對的時候 而且 搞到最後竟然還是真的 齁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根本沒辦法自言取說 所以 加入這一條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就是說 你要 你最好是不要做 那你要做的時候 你應該 至少要有這一個 齁 這個 杜漾橫的專責機關去認證認可 以上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謝謝主席委員發言 下面請陳述葉委員發言 好 下一位高嘉宇委員 好 謝謝主席齁 就是 收集各國的法規,來研議啦 那我想請教交通部,就是說 那在經濟部表演局這個 檢驗標準還沒有研議出來之前 這未來我們這個部分要怎麼 來執法怎麼處理,謝謝 好,謝謝,請高嘉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喔,因為其實昨天我也質詢 特別有提到說,當初我們公務總局 非常自豪說,設立了首個這個區間測速器在萬里隧道 那這家執行的公司呢,跟公務總局之間呢 建立了這樣子的一個區間測速器之後 陸陸續續在全台灣呢,分佈了將近30個區間測速點 但是呢,同一家公司所設置的區間測速器呢 它的對時標準竟然沒有一致 有的是1分鐘,有的是3分鐘 甚至有的長達10分鐘到15分鐘不等 這樣子一個沒有標準的區間測速器 也沒有一個對時標準,也沒有檢驗機構 剛剛標準局也講 在國內目前也不知道如何去檢驗的情況之下 竟然冒然的就來做為執法的依據 甚至對人民開罰 而且也沒有法律的明確授權 那引發這麼多的爭議 到現在其實這些民眾都認為說 如果執法無據,甚至沒有標準的情況之下 過去這些所開罰的罰單,也應該要予以撤銷喔 那另外對於這個區間測速的標準到底何在 昨天我們這個王國財次長他也提到說 他認為應該每3分鐘就要教食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區間測速器 竟然有10分鐘,5分鐘,15分鐘 教食一次的 大家都知道時間喔 很容易出現這個秒差落差 在教食的過程中就會出現時間上的誤差 連勞力士都沒有辦法這麼精準了 更何況我們的區間測速 他隨時要去連線然後去教食的情況之下 隨著時間環境等等就會出現落差 如何保證我們的區間測速 是隨時分秒這個無差的精準的 可以來做為執法的依據 我覺得這難度是非常的高 那當然大家也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 所以我們特別提案也希望說 目前的現行的測速照相機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對於測速的這些儀器 都有法定度量痕 所以今天所獨創發明的這個區間測速 當然也應該要是有經檢定的法定度量痕 才能來對於人民開罰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交通部 他能夠先有一個立法明文 然後有一個檢驗的標準 再來把這樣子的執法工具上路 那對於現在已經開罰的罰單 在沒有這些標準之前 我覺得也應該要全面的撤銷 才符合公平正義 以上謝謝 好 謝謝高嘉義委員 是不是請交通部說明一下 好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證 我先把 就是說在經濟部的測量痕法 跟測量痕器檢定辦法 在過去它有很多的包括體溫計 電渡計 什麼進車表 基本上它是一個儀器的觀念 那所以過去我們再放到這個測量痕器檢定辦法裡面 就是雷達測試 測速儀 雷射跟感應線圈 也就是它就是一個定點的一個儀器 那區間平衡速度它是一個系統 它事實上 它是從進入A點的時候 車外辨識它什麼時候到 到B點的時候 車外辨識它什麼時候離開 用這個時間去 就是用這個距離去處理這段時間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系統 那如果說系統的測試 我舉捷運系統 它事實上也是透過所謂第三方認證 因為它不是一個儀器 但是我們是初步想 如果說 這一個大家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經濟部演義把它放到測量痕器的檢定辦法 把它納到我們的雷達雷射感應線 可是他們未來 他們測試也是一個系統測試 不是那個儀器的測試 我剛才談到對死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初步 我們贊成 有一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這樣的一個區間測 平均速度的這樣一個系統 但是我們是覺得說 可以用第三方認證的方式 那目前我們跟標準局在談 事實上他們的方法也是朝向 我們第三方認證的 比如說對死 比兩邊的對死有沒有一致等等來做 所以我們初步在這個建議裡面 這裡寫建議不宜修正是 因為我們過去在談雷打雷射感應線牽的這個部分 只要經濟部在渡量痕器檢定辦法放進去 他用到我們的系統 他就必須要符合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他放在那邊 我們以後再用的這個系統 就要符合這個系統 所以我想說這邊也跟大家報告說 並不是說我們用一個好像沒有檢驗過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系統的測試 所以我們是覺得這部分在大家指證下 他們過去當然廠商裝完以後 他們有做這樣的測試 但是如果要更公正 我們是覺得用第三方 那目前是中科院跟工研院 他們現在都要做 跟這些城市 大概有九個縣市都要做這樣的工作 這我這樣說 我以下做簡單的說明 不是那個市長喔 委員提出也沒過分啊 他說希望有一個經過 驗定的 法定的一個渡量痕的 一個儀器嘛 你這裡面所講的 剛才是說 由第三方的單位再去做認定 這不是更麻煩的更複雜的嗎 你那個標準局 你渡量痕 檢驗所 你把那個像磅震 還有長度 寬度 重量 我們去蹭每一個磅震都不一樣 我那邊蹭110 那邊蹭109 那邊蹭109.5 都 他們那個提的也沒有很過分 而是說 你渡量痕隙的問題嘛 這次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嘛 是不是 那我昨天還甚至 舉了一個重量的問題 還有那個什麼游齒的問題 我都舉例給你們聽啊 那你現在這個 這個你們交通部準備 準備說怎麼樣處理 不修正喔 你不修正 以後類似的問題還會再發生呢 那就是說 我剛才提到 那個 趙爾潭的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系統 基本上它不是一個 一個儀器在那邊 直接主要偵測到速度 我剛才講A跟B的時間嘛 那它現在發生A跟B的對齒不對 所以那個時間算錯了嘛 好你現在 曲線車的這個測速 你看3700多件 你現在是 發現了不乏 那沒發現了咧 像我們這種說 寧可席市寧人 唉呀 算了 1600塊 把錢繳列算了 我們哪有那個時間再去追喔 追去去搞你那個測速器 準與不準啊什麼的 我們怎麼去算 新生高漢球我常常被開啊 開了誰曉得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把錢 就習四年把錢繳了 就1000多塊幾百塊就繳了算了 但你不能用啊 好不好 昆德稍微來 好 剛才王次長提到說 有關於區間測速相關的標準 大家覺得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啊 因為 這個會對人民罰錢 這個超速罰款啊 是1200到2400 這樣的一個金額 對一個上班族來講啊 是很高的一個罰款 那我們要罰人民的錢 必須啊 要有很嚴格的一個標準 我們相關的區間測試的 這樣的一個設備 連經濟部的標檢局 相關檢驗的辦法 都還要 研議啊 大概要一年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啊 就用這樣的設備 來罰人民的錢 人民會欣服嗎 我們要罰人民的每一塊錢 都要有很嚴格的標準 而不是用一個 在目前檢驗 還沒有訂出實際的規範 還有 在目前 實務的執行方面 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 這個我們交通部 跟警政署啊 相關執法的單位 都要 確實的去檢討啊 好 請邱警察委員發言 我的 這個意見 如同 離婚者委員 因為 你現在 應該是說 剛剛標檢局的 這個 說明 就是他要去 收集國外的 這些立法力嘛 這些法規範 針對這個部分 他事實上 要花一年的時間 結果 你的這個法規範的部署 都還沒有去做的時候 你這個已經先做了 那這個是在侵害人民的 基本權利 你說 一千塊兩千塊三千塊 這有的人 一天工作的錢 被你這樣一弄 然後他就 這個 這個所得全部都沒了 那就剛剛 像主席講的 那有的人他是 覺得怪怪的 但是他息事凌忍嘛 他怎麼有辦法去 對付你這個 這個機關說公權力 啊 我是 我在 我在白天啊 我在做陶醉的 然後我開過去那邊 這奇怪為什麼 我明明沒有超速 但是 卻被你拍到 然後被你舉發 那他就要去 負擔說 那他是不是有能力 或是說 有這個時間 去法院去申訴嘛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去 國家要去 這個限制人民的 基本權利 而且這個是一個罰款 你當然是要適用 最嚴格的標準嘛 那今天 你的這個法規範 都還沒出來 然後依據也沒出來 然後到底 這個正當性何在 都還沒出來的時候 你就去做 那剛剛市長講的是說 第三方去認證嘛 我基本坦白講就是說 剛剛陳樹惠 陳樹惠委員 也有講就是 你在彰化這個事情 齁 然後撤銷這麼多 好幾千張的罰單之後 你這個正當性已經 徹底的被動搖了嘛 這 因為 人民已經覺得說 奇怪 那只有彰化這個嗎 齁 那是不是觀音那個 也有這個狀況 台北市有這個狀況 所以 各個地方政府 包括現在台東 才會說去暫停 去用嘛 可是 你如果 沒有去 交通部沒有去有一個 一致性的做法的時候 你看像現在新北市也是在用 齁 那 那 剛剛主席也有講 那未來如果又發生爭議的時候 齁 那 那你要去如何跟這些 被 被開除罰單的人交代 你第三方 認證是你自己去找的嘛 齁 所以 大家不會去信賴說 你的這個所謂的第三方認證的結果 齁 是不是 能夠讓大家心服口服嗎 所以 應該是你在 這個 標檢局齁 然後他演你這個方案 或是說 他參考這個國外的法規法 齁 也有可能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不應該去做的嘛 那 在這個之前 應該是說 你要先去 停止 那等到有一個法規範的依據出來 有一個正當性之後 齁 再去考量說要怎麼做 這樣才是對的嘛 而不是 剛好倒過來啊 好 蔡長 你要第三方認證 第三方是誰啊 我都捕傻傻 我都搞不清楚欸 你叫我去法院 去申訴 就跟紓困一樣 你叫我填表填一大堆 我乾脆也不 也不借了 你知道嗎 齁 那你這個叫第三方 我去跑法院 跑警察 機關 跑你們建立所 說 鞋子啊 我們不如去做工 我們去賺錢 啊你快要快 是不是 所以你這個已經侵害到人民的權力 這個只是冰山的一角齁 齁 今天我想 他們幾位委員提出這個來 我認為交通部你們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 委員這邊是對的咧 你們是不對的咧 你看你們寫 建議不修正 齁 你們還建議不修正 你們可以是不是去考慮一下 這樣好還是不好 因為你們這裡不對啦 你都讓你們這裡面 你怎麼弄你們 你們跟經濟部局協商嘛 你怎麼可以講說 如果經濟部同意的話 那經濟部說 如果行政院同意的話 行政院如果講 總統府如果同意的話 你這樣一推打 太選了 不對 好不好 各家議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喔 我還是要再補充說 當初這個 我們交通部公路總局 設置這個區間測速的時候喔 他自己所設置的到現在 他都沒有找第三方機構去認證跟檢驗 其他的已經開始陸續有去檢驗了 那第一支在萬里隧道的到現在都沒有檢驗 而且出爆這一家什麼 這個彰化西兵的台61線這一支跟 當初我們公路總局所找的這家廠商 是同一家廠商 而且自從公路總局找這家廠商之後 各縣市政府的區間測速幾乎七成以上 都是同一家廠商在設置的 那我也會認為說 當初這家廠商是不是自己主動 來跟我們公路總局提案 來設置這樣子的一個機器 設置之後呢 變成多數都有這一家 因為他是最原始等於模範 公路總局找了他來設置 那理所當然其他家縣市政府 也開始找這一家來設置 設置之後沒有一個標準 沒有一個檢驗依據 然後甚至 同一家設置的 他的標準也不一 那這樣子的東西如何讓人幸福 可是公路總局到現在 卻不願意撤銷罰單 而且一錯再錯 那也知道說如果你要建立相關的檢驗標準 還要一年以上的時間耶 可是問題是 剛剛所講的還有四支還在執法中 那現在這些罰單 你如何來對人民開罰 那過去已經開罰的罰單是不是也要撤銷 這個部分我也希望說 交通部他能夠趕快這個亡羊補牢喔 趕快把這些錯誤能夠修正 謝謝主席 好謝謝高委員 請李昆卓抓緯 我在這邊請教一下警政署 我們的王組長 目前我們對於相關的這樣的一個執法設備啊 當然是必須要有具備公信力 那在目前這樣的一個區間測速啊 所開出來的罰單 佔我們所有啊 超數的罰單裡面比例是多少 這個王組長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 嗯 八委那個 這個區間平均速率目前開出來的罰單啊 就明確的數字可能要 好你整理一下 好請警政署馬上去整理一下 另外就是說 除了區間的測速相關的設備之外 所開出的罰單 當然我們對於超數 當然要嚴格取締 十次車禍當然是九次快 但是其他的相關的取締超速的方式 及辦法簡單說明一下 一般我們在舉發超速的這個違規 可以有固定感 就是固定的一個地方設置一個測速照相機 這是叫固定感 另外一個叫移動測速的 就是 巡邏車拿在 放在三角架或是架在 這個巡邏車的旁邊 那就是可以隨地點移動的 一種是固定一種是移動的 大概基本上是這兩種 那這區間平均速率算是新的這種方法 是第三種 那前面 還有 那個一種叫做感應線圈的 感應線圈 測速器目前 在渡量痕跡檢定檢查辦法裡面 規定測速度的 就這三個 一個 雷射槍 就是 原檢拿在手上的 一種是 這個雷達的 就是 固定感的這一種 那當然這個是 現在都有了 雷達雷射都有 第三種叫做感應線圈 是埋在地底下的 但是 有這三種 那這三種呢 都有經過我們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來 檢定合格 對 目前就是雷射槍 雷達 還有感應線圈 那我們交通執法 必須要有尊嚴 必須要有公信力 就是我們 有一定的標準 是經過檢驗局 一個一定的標準 那現在 人民被罰款 如果是以區間測速 這樣一個相關設備 所開出來的罰單 大家會懷疑 這個相關的設備 是否標準有問題 是否有誤差 這樣的一個罰款的狀況 當然人民心裡 會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超速罰款 我剛才也提過 是1200到2400 那這對一個上班族 一個做工的人來說 對他的生活 對他的生活衝擊非常大 而且 就如同區前自委員講的 他工作很忙 要忙著上下班 你要他怎麼去申訴 去什麼 我們 要處理這樣的一個交通罰款 都要抱著非常嚴謹的心 這個 等一下 也請王國采次長 來跟這個我們 工作總局 我們的防護局長 都必須要說明 我們目前 想要做的相關的規範跟做法 必須要明確的告訴我們社會大眾 好 這請王市長 做明一下 是不是各位委員 我知道各位委員都很關心 這樣事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 建議 如果要把 因為我剛才有談到 比如說我們的ETCA也好 我們的捷音系統也好 當你牽涉到一個系統是IVMV 就第三萬人人當晚在做 我們初步看起來 區間平均樹立系統是一個系統 它是一個系統 不是一個儀器 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知道高委員 還有包括時代力量很多委員所提的 我可不可以建議就是說 應使用經度量衡專責機關檢定合格 或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公告之第三方公證單位 的這個 的這個 檢定 意思是說 因為我可以想像 如果進一步要做這個度量衡器 他們 可能那個時間 因為 因為它是一個系統 不是一個儀器 我如果用這樣或 就是說 這個禍由第三方公證單位 第三方公證單位 第三方公證單位 我們公告 目前我們都是中科院跟工研院 這兩個單位 他去公告 在IVMV 我跟大家報告 IVMV在各個系統裡面是負很大責任 比如系統是通過 IVMV一千名 有問題他就負一千名 這個你講過了 是是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一個禍 要不然我可以想像 我想這有委員同意 市長意思說 我剛才跟他聊的 你不要這個 車的準與不準 要老百姓那邊去尋求第三方 因為委員的修正提案的意思 主要是說要度量衡這個 那你們是不是可以 交通部應該接受 應該就是說 我們去找第三方的 比較公正的 那你們去找 你官方去找 你把這個乙器啊 你把這個乙器 有沒有 你要求他把它做好啊 你經過檢定的 裝上去 你不要這樣子說 你隨便去買 說這個 比如說食物用油 這一家很好 好大家 去買 這一家品牌很好 搞到最後原來是滴溝油啊 吃了被大腸還什麼 現在就嚇死了 所以你現在呢 你們去檢定好 檢定好再裝上去 你不能再出包了 你不能說讓 你把罰單開給老百姓 老百姓去找第三方 誰去找 我剛跟邱文員講了 我們去做工算了 對不對 我去做工還比較快啊 所以你們這把文字修正好 拿來看一下 好不好 你們文字修正好沒有 好邱文 你們修正文字 邱文發言 主席 對次長這個說法齁 我是反對齁 主要理由是 我認為這根本違法 這是一個違法的事情 因為剛剛 其實警政署他的說法 非常清楚 現在的測 就是測速照相 你如果要對人民開法 有三種嘛 三種一個就是測速雷達 然後一個就是雷射嘛 然後一個就是感應線圈 埋在地底下 這三種 因為這個度量衡的 這個相關的規定 他都是要設在這個法定度量衡器裡面 然後接受這個標檢局的 這個認可跟檢驗嘛 所以採取了這樣的權利 剛剛次長講說 這個不是 技術器 那這個不是一個處罰 這只是 一個 這個類似捷運的這種系統 這完全沒辦法接受 我覺得這個是交通部自己片面解讀的方式啦 那是一個 測速 他主要不是說 他只是說兩個點嘛 然後就叫做居間測速嘛 重點他還是測速啊 你還是在測速 然後在測速在 對這個人民的 這個超速的行為去開法嘛 所以他跟你本來定點的這一種 這個雷達 雷射 跟這個所謂的感應線圈 沒有什麼兩樣 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那你去做這個東西之後 就規避了這個法定度量衡器 的這個管理 這完全是說不過去的嘛 那其實 今天 法定度量衡器 到底它是不是一個法定度量衡器 不是交通部去判斷的 那是經濟部去判斷的 所以他現在已經要去收集 國外的資料 然後國外的立法力嘛 那在這個他 完成這樣的相關的規範 之前 應該你應該要停止這一些 測速的 這個居間測速的使用 而不是說 你現在打算 然後自己去找一個第三方 不管那是公園院 不管是中科院 問題是 這就是一個違法的行為嘛 它就是違法 那你要 法並沒有給你一個權限說 你可以去這樣做啊 否則的話 今天那些雷射 那些雷達 那些感應線圈 都不用進來法定度量衡器啊 對不對 本來感應線圈也沒有啊 那 然後 後來大家覺得說啊 這就是一個寄速器 所以他應該把它 放進來嘛 那 對 對 有什麼困難嗎 有什麼困難嗎 有 分準局 有困難嗎 你們去檢定那個測速器有困難嗎 還有王組長現在那個測速器暫時停止使用了嗎 還是繼續在用 新北萬里你們還在用是不是 四個地方齁 因為我覺得如果讓 那你要停通通停啊 你不能那個地方 因為現在交通部的做法就是 沒有法令依據的情況之下 他現在濫用 他也沒有辦法去阻止新北市用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實隨之位 他就覺得不用經過法定度量衡 我隨便找個地方 第三方認證 他可以到處設局檢測速 他今天要設多長 他要設多短 他想怎麼設就怎麼設 所以現在我們只看到隧道 未來交通部他可能會到處全台灣都設 但是這個有意義嗎 如果你真的要設測速 你也可以前後都測速啊 用法定度量衡 你這樣子的一個區間測速 自以為獨創很天才的一個做法 完全跳脫法律 跳脫邏輯 而且剛剛講的第三方認證 他主要是時間差 這個時間當你認證的時候是OK 但是隨著這個 大家都知道就是環境等等的 這些時間是會有落差 他沒有辦法一直維持一個很精準的時間 所以隨著年代久了 他沒有準時的校正等等 他都會產生誤差 所以很容易再出包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精確的執法 未來會爭議無窮 所以除非我們真的標檢局 能夠找到一個適用的一個法定度量衡 否則以現在執法方式 未來就是爭議不斷 那對交通部來講也不是一件好事 好 謝謝 魯明哲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剛剛市長特別說啊 過去現在測速的三個方法 他都 他是一個封閉性的一個系統 像很多渡量衡測試之後 他過去還有前鋒 他本身是一個封閉性 直覺性的一個測速 壓到線圈 他跑不掉了 你現在一個大的系統 正好是人民不相信的一個理由 為什麼 你等於說是很多渡量衡儀器 前後架設 再加上電腦數位系統 但是我坦白講 講到電腦數位系統 像連手機都有病毒 都會當機 都會 不同的電腦的跳出來時間 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們平常就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請了第三方的一個公司 他只做了一次的檢驗 那怎麼可能是標準呢 如果他是每天的 每一天早上來reset他整個系統 包括電腦數位 也許會稍微準確一點 如果想用說一次 然後一年做一次 我覺得這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樣的一個系統 現在我是跟你們建議一下 是不是全部都不要開罰 你們一年的時間去做研究 你們可以做你們公務總局 內部的一個研究 這個區塊怎麼樣 你們不要開罰 那當然等到一年之後 你們覺得 在整個開放式的一個系統 怎麼樣 能夠做到最準確 讓民眾 相信啊 我再來執行啊 我是建議這樣的一個修法 還是有必要的 好 謝謝人民的委 請李昆德招委 好 我們對於超速的罰單啊 從107年的7月到109年的3月 根據區間測速所開出來的罰單 是有94984件 是有94984件 那全國所有剛才王主長提到的 不管是用這個測速的雷達 或者是感應的線圈等等 我們全國超速 在107年7月到109年3月 全國開出來的超速罰單 是300萬件 那區間測速呢 是有94984件 區間測速所佔的比例不到3% 但是就是因為這不到3%的 區間測速的罰單 它沒有經過一定很嚴謹的標準 這對於執法的公信率傷害是很大 這個相關的數字 我是不是請王主長簡單說明一下 相關的這個超速的罰單 相關的比例 我們各警察單位開出來的超速的罰單 我這邊有107年 108年 一整年 107年28萬2千 282萬7114件 282萬77年 107年 108年是 298萬5千795件 都差不多將近300件左右 那因為區間平均數立法 從107年才開始建制 那有一些108年 甚至今年才剛啟用 所以它件數不高 它件數不高 占的比例也不高 那甚至於像新北他們有反應 它裝了以後 根本這個地方一天 有四五百張的違規 現在只剩下三四十張 它也是降的 所以這個區間平均數立法 其實我們看這個問題是說 這個方法 如果是 有效來降低違規 減少 行政速度 那大家 集市廣一看 怎麼樣能夠讓它早日能夠合法的使用 發告完畢 市長你說明一下 因為委員已經做充分討論了齁 市長 市長 大家的意見還滿 大家意見還滿集中的 你交通部看要做一個怎麼樣的處理好不好 第一個就是說所謂的IVMV的測試 這是一個系統測試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每一個公司一做這個他負很多責任 他勾勾是同意的 所以他事實上 然後剛才談到如果在中間有故障 那個就是每天他要去處理的事 那當然 假如說IVMV的測試要每年辦一次 這個我們也同意 那我這邊是 為什麼說留下一個彈性第三萬認證的彈性 就是說我可以想像在經濟部標準局 他要設定這樣的一個渡量痕跡的檢定 他可能會很多的困難 我是覺得因為他本身 因為基本 困不困難不是交通部 你再去決定是人家經濟部的事情 你一直越除帶跑 那人家經濟部能不能這個設定出來那是經濟部的問題 我跟高委員報告 背後有一個是在交通部跟警政署很重要 就是說 過去的這種速度 因為速度造成的傷亡 是用V平方 這意思是說 我只要增加 一倍變二 他的重擊力 因為他是二分之間 V平方 V平方 所以你可以想像 大概四十公里撞下去 就忍差不多了 就是超速了 所以我也是想說 在過去他們 事實上這樣有一個 他們區間平均速率的止瓦效率 像高委員過去在台北智陽隧道 他以前是1977件 日平均 然後變成89件 就很多就是降很多 新北他也談到他們降了九成以上 違規 那我們是覺得說 如果這個要等到 這個渡量 這個經濟部這一年後 那現在的 第一個現在的系統 那第二個是 假如這個是 減低交通商很重要的 一個措施 交通管理措施 當然 可能 就是他 基本要正確 我剛才談到就是說 他本身就是 用系統觀念來測試 那過去在 第三份認證就是 測試系統的 IVMV就做這件事 他也是個辦法 不是大家講的 好像隨便找一個人 那我們這邊 建議說 如果你覺得 隧道裡面 設這個很重要 那你可以設三隻 中間一隻 前面一隻 後面一隻 你可以多設幾隻 那你現在用區間設 速率的這個方式 也是一樣的效果 也就是說 你現在是一個 沒有法律依據 然後沒有標準的東西 去做你的執法工具 這個部分引起的爭議 在公信力跟執法的 這個明確性的部分 都有問題 對 那我現在是講說 IVMV的測試 是 是一個很 就是過去我們交通建設 很多都是要透過IVMV 這種測試 那這個本來就 新資 在我們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構成 所以我想 這部分並不是 像剛才 指揮委員提的 好像是隨便找一家 他本身就要做很多的 不是 喔 市長 這是法律的規定 齁 那你現在 的狀況就是說 本來感應宣傳也沒有放到 這個法律度量衡器 那後來也放進去了 就是說 你現在是在處罰人民 那它是一個測速器 齁 那本來國家就有一套制度 去規範說 那這個情況之下 齁 事實上過去的立法者 早就也想到了 就是說 好 那這個會發生爭議的時候 怎麼辦 那其實人家已經 預先的規制 有 國家有這個標準檢驗局 齁 然後有這個法律度量衡器 去做這個事情嘛 那你現在 的做法就是說 好 那你認為 這一個區間測速 它不要放到這裡面來 那是不是之後 這些雷達 雷射 齁或者是說感應線圈 它通通 你們都不要使用這個啊 就使用區間測速就好啦 那就不用去受到 國家標準局的 這個 這個標準的檢驗了嘛 所以這個是 而且今天的狀況不是說 你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用嘛 法治國一個非常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 在同樣可能的手段裡面 齁去達成你的目的的 這個手段裡面 你要選擇一個 最輕微的 齁然後最 這個有正當性的手段 那你現在是說 我剛剛就跟主席報告就是說 本來 是沒有這個東西 那 公路總局的一個 斷長就說 欸他發明了這個東西 又準確又怎麼樣齁 更能夠 這個精準什麼的 但是在彰化這個事情之後 你的正當性已經完全的 徹底被動搖了嘛 現在大家的問的問的 其實說好 那彰化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縣市 糟糕 那就蔓延到這邊來 所以從台東 齁從其他的縣市 然後在桃園 那現在只剩下新北市再用 接下來你如果再繼續這樣做的時候 會發生 保證會發生一個狀況 人民又去質疑說 那你的雷達 齁雷射 跟感應線圈 弄出來的這個罰單 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你整個國家的這個 你要去處罰人民 用道交條例去處罰人民 可能都會徹底也被動搖 所以 手段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說我們要去達成那個目的齁 去 去改善這個車禍 這個目的 大家都知道啊 你每年開出300萬張罰單 不就是為了要達成這個目的嗎 那 剛剛李昆澤委員也有講就是 在那300萬張裡面 區間測數佔的是 9萬張嘛 齁 那你9萬張 不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到最後 剩下那290萬張 也被大家質疑說 欸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也有問題 高速公路還有閃道啊 等一下都來了喔 對啊 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你的手段要正當啦 齁 不是說 你今天我去找了一個 第三方認證 第三方認證 是交通部認為的第三方的認證嘛 小偉 這個等一下再討論好了 你測速的問題喔 我看這裡面不是光區間車測速喔 省道 高速公路 我看到處都有了 又蔓延了 跟武漢疫情一樣啊 蛤 那你那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那個怎麼來的啊 那標準嗎 省道的呢 也有測速啊 所以其實大家是在幫交通部的忙啊 我們這樣都在打問號這樣啊 對你這樣一搞的話 我們大家都在對這個 這個測速都打問號啊 那如果不罰的話 這個道路安全也很大 等一下那個坤澤民 徐志爺委員第一次發言 好 好 好主席 好主席大家好齁 我覺得這個交通部 這應該是很簡單的問題 怎麼會搞這麼複雜欸 就是你們的利益良善準備不足嗎 這個是第一個概念是這樣子嗎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準備要足 其實這個測速時間跟速度 有這麼困難嗎 這個應該是很簡單的問題 我是覺得責任的歸屬 倒是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今天 新北彰化高雄 大家步調不一樣 那我昨天有問嘛 就是到底誰負責吧 今天這個儀器 是很簡單的儀器 有那麼困難嗎 那你如果說 好 你現在規定是全國都要適用 那就是交通部負責吧 那今天新北認為他沒有問題 出問題就是你負責吧 那責任歸屬 你今天整個檢驗的東西 照SOP走 這個東西哪有什麼科學 那麼困難檢驗的 我是覺得就是說 你的利益良善 這個我覺得很好 甚至你們也說 在那個 三月什麼時候說 欸 這個效果很好 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那的確減少車禍 增加安全 這都是好事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檢驗的SOP 你今天照什麼程序 如果檢驗通過 你就可以上路 但是呢 你如果要求廠商 他沒有做好 是你行政部門 你地方政府堅持要做 就是你地方政府要負責 誰堅持要做 就是誰要負責 那這個科學的角度 有那麼困難嗎 我就搞不清楚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標檢驗是這樣子啦 我的看法是 標檢驗你說用一個時間 兩個地方的時間差 這個標檢驗有那麼困難做不到嗎 為什麼要一年呢 而且甚至我覺得 這個都不見得要入法 每一件標準通通要入法 你標準入不完 那就是一個科學的原則 要遵守的科學的原則 那你把這個弄清楚就好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解釋這麼困難 謝謝 好 請李分哲再回來 好 這個七條之二 很明確就是說 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 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 這個舉發者 的進行舉發 那以科學的設備 或者說我們所說的科技執法 當然對於執法的效率 是有提升 對於第一線原警的 這樣的一個執法的安全 也更具有保障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對於相關檢驗的標準 這關係到我一再提到的 執法的尊嚴跟公信力 是有傷害的 我們必須提出明確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 讓民眾收到罰單的時候 是心服口服的 不是說我收到這個罰單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是有超速或沒有超速 我就會記得沒有 為什麼我會被開到罰單 而且是1200到2400 那剛才我們一再提到IVMV 它是一個獨立驗證的機制 那我們這個要怎麼去送 這樣獨立驗證的機制 目前有沒有 未來要怎麼做 來請黃副局長說明一下 拍個鋒鋒哪一個 並且 各位委員報告 事實上有關注說 假如用第三方認證 這個程序跟規範 布裡面大安委員會 事實上已經有邀請相關 相關單位已經有討論過了 初步有建立這個規範出來 那未來我們就會朝部裡面訂定這個規範來執行 這段討論太久了齁 我想這樣好不好 測速 測速以啊 要度量衡 這個 這個要把它寫進去嘛是不是 那水錶咧 電錶咧 蛤 那所有東西都要來啦 法律你們要規範也把度量衡 統統加進去這個有問題啦 我認為 我認為剛才 哪一位委員 欸那個我們 徐志維為建議齁 你這個已經有問題了 你暫時的措施你們趕快去處理嘛齁 你趕快去處理 然後你要對社會公布啊 我的語氣超速 如果 測速也確實有問題 我現在把這個語氣送去哪裡 去做個檢定 對不對 檢定啊 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你現在如果因為你說 比如說 比如我們秋選日委員 欸你違法啊 違法好 違法你不要罰 這裡也不要罰 那裡也不要罰 那 車子開到七千車 這裡速度很舒服喔 我可以隨便開都不用罰 而且那裡又危險 又危險 那你這個把它訂進去啊 你高速公務要訂 什麼 什麼要訂 然後咧 你水錶 對你這一講 我覺得那個 我那個電費怎麼那麼高 我那個 我那個電保也有問題 水錶也有問題 你通通訂進去啊 你變成每一個 每一個法條裡面 都要有 度量很簡利索了 會變成這樣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這個案子齁 我覺得保留算了齁 保留 那麼 那麼公路總局這邊啊 你們對七千車的問題 齁 這測速語 你們對交通委員會做一個怎麼樣的交代 你起碼要書面來報告 你不來專案報告你書面要來報告 你報告什麼的報告你這個案子齁 欸這個七千車這個乙氣 我們在三個月 收回來 你跟賓士啊 那個那個那個頭打一樣嘛 哪裡理念壞了 我們全球 從中要收回來啊 本來就是要這樣嘛 但是你要對社會去公佈啊 你不是悶在肚子裡面 這個納稅義務人 也不是這樣搞法 你把人家修理到 像我這個個性齁是 哎呀 法單來就繳錢就這樣 沒什麼好講 但是有人不是這樣啊 我寧可去做工啊 所以真的把這個法單繳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案子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我們到時就保留好了 好不好 因為你這裡面又僵持不下 然後 我們除了保留之外 我們要有行政部門啊 你們要有一個說辭啊 要有一個態度出來 齁 你要有一個動作 你不能這樣子 你起碼三個月之內 對所有的 比如說 不是光彰化那一條啊 那萬里啊 所有的 你應該 通通以前搞的 罰單 應該都不算了 應該這樣子 或是你們看到 做一個行政上 怎麼樣一個 事法的處理 好不好 好 確定入圍 主席 我想法是這樣啦 因為現在齁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一個是他公路總局 一個斷長 他說他發明這個東西嘛 齁 這個測速 這個叫做 拘捐測速 然後他能夠更精準等等之類 他還上電視 齁 那未來齁 其實新型態 的這樣的一個測速的 這個方式 一定會越來越多嘛 因為隨著科技的演進 或怎麼樣 他要怎麼去改 齁 所以現在放進來 這一個條文 不是說只有 針對現在他所所謂的 這個斷長發明的 這個區間測速 而是 向後看的時候 所有限制人民的 基本權利齁 這個開罰單的 這個行為齁 然後他 是涉及到 叫做測速器的 這個行為 他都應該要有 法規範的依據 然後去做處罰啦 齁 所以 我們的立場是說 這個要把它放進去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必須要 現在其實 這個是很典型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說 掌握權力的人 他不想要被法所規範 今天 公務總局 或是交通部 他當然會覺得說 欸 我的測速雷達 我的測速 這個雷射 或者是感應選圈 被 這個國家標檢局 放到這個法定 度量行器裡面 齁 然後他就 他有很多規範喔 他必須要逐一去 檢測喔 一個一個檢測 不是 他是一個一個都要去檢測 齁 那 這樣的情況當然 對他來講 他的標準會提高嘛 可是 就像剛剛李昆哲委員講的 對人民來講 齁 當他收到這個罰單的時候 他要心服口服嘛 你執法要有 這個正當性 要有公信力 這個是對國家 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齁 那執法的尊嚴 就 這個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然後才有一個 正當性基礎嘛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說 這個應該是 一個很基礎的規範齁 然後不只是針對他現在這個 居間測速 而是未來的 對 對 對 但是現在如果把這個 多量衡的法條 綠到每一個齁 每一個 每一個語氣裡面去 每一個法條裡面去 我看 齁那多如同謀 不是啦 我稍微說明一下 我當然可以理解啦 齁 就是說你剛剛舉例的齁 譬如說 有很多 水表 電表 但是他並不是國家拿來處罰人民的 這個特點是在於說 他在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 齁 然後而且是一個行政機關 這是一個高權行為 單方的 然後他就可以去對人民可以罰單嘛 拍照 拍到了 然後罰單就寄到你家了 所以這個 在法律的程式上 這要要求他很高標準的檢驗 齁就是 目的正當 沒錯 我們要減少車禍的發生 等等 而且 減少車禍的發生 包括路型的設計齁齁 齁 包括 我昨天講的齁 就是說你能不能夠 到底設置一個合理的速限 其實他到現在都講得不清不楚 齁 齁腦 那 這一個目的正當 手段也要正當 這很重要 否則的話 真的 他的手段不正當的時候 齁 然後現在又有 彰化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會 人民會一直在質疑說 齁 我做到這個罰單 的正當性基礎 到底在哪裡嗎 齁 是不是 這樣好不好 這個案子我們暫時保留 但是請次長啊 你說明一下 好不好 你說明一下 我想各位委員的關心 也是我們關心的 所以我們最近為什麼要求所有的 都會去做第三項認證 的確像剛才所提的 過去這一段做的比較沒有做到 現在他們都在做這一段 現在大部分是 中科院跟工業院在做這一塊 然後他們做的事實上也是一個 第一個是對死 還有整個系統的檢測 那我想說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因為我們上次 在談第三項認證程序的時候 標準局也有來 事實上我在猜它最後會跟我們很像 就是說我可以想一下 就是說到時候它整個會跟我們第三項認證 非常像 就是說大概是對死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它一個system 兩邊對死不對就是時間差就不對 這個你們去做啦 現在是說已經開罰了這些 你不是只是彰化那個路段 還有其他四條你怎麼處理你們 這個他們在檢討 就是檢查單位在檢討 那個王主長 你們對其他四條路段怎麼檢討 你起碼應該講說 我現在把這所有區間車的測速 我現在收回來檢查嘛對不對 齁我請第三方也好 第幾方也好啦 齁 我再檢查 那這些開的罰單啦 你們應該要從關的做適當的處理啊 因為你 你這個大家對你這個測速器已經打了一個問號啦 是不是 只有彰化有問題啊 我萬里沒問題嗎 我覺得我們到處都有問題了 對不對 因為老闆一對你已經打過問號 不信任你了嘛 不信任你這個東西呢 你們你們要講話啊 你不能講喔 只是彰化三千七百多件 算啦 那萬里那邊的咧 是不是基隆咧 還有很多地方咧 處長 你給個說辭吧 好不好 是 報委員 那個 當初公路總局在萬里隧道試辦這個系統 那之後呢 覺得他可行 有效的這個減少違規 降低事故 那後來就慢慢推廣到各縣市去了 那 這個各縣市政府呢 他就跟交通部申請經費來做了 所以 他 他在執行這個事情 他開出去的單子 民眾有意義是向地方政府去申訴的 所以剛剛我們許智傑委員有提到這一段 那 就是說他 透過他的合約 去驗收 他開始去做 機器正常之下 他不是測速度 他測時間啊 他時間 我看他們的一些功能性啊 他是有向國家 時間頻率 實驗室去對頻啊 當然就是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當然我們行政機關 我們警務署從頭到尾沒有參與 我們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他的合約一定是確保他這個系統 正常之下 他是準的嘛 那張惡出的問題是他故障了 他故障了 所以他要去修 科技的東西難免會故障 故障了 他發現了 開了單子全部撤銷 他修好了以後 他認為他是準的嘛 那欣北 因為他適用比較早嘛 他後來用的這一段 他都認為他是準的嘛 所以他就持續去做 地方政府他要去負擔這個責任嘛 他就是說要去面對嘛 他就說我沒有錯啊 那你告我嘛 到法院去講嘛 或許這樣的都可以嘛 但是就是說 誰做了這個決定 誰去 去面對 那有些限制說 啊我剛起用沒多久 啊別人有發生問題 啊要不然我先停 我來這樣 繼續觀測 繼續觀測 也OK我們也尊重嘛 所以目前我們調查回來 就新北還在持續在用嘛 好報告完畢 好啊 就是說我最後再補充一下啦 就是說 並不是沒有替代方案 是有的嘛 例如說我們 這個測速器 他可以多設幾支 齁來取代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的問題就在說 他當我們中央想要喊停的時候 地方政府也不願意喊停 我們根本控制不住 已經失控了 那這個區間測速 現在沒有一個標準 沒有法令依據的情況之下 地方政府持續要做的時候 這個民怨是到中央來 也會到我們立法院來 大家都一起承擔 那我們明明知道說 現在這個出現的問題 將來可能會這個 如野火燎原班 今天他實隨之位 他就會到處去設這個區間測速 都不用經過相關的法令 也不用經過法定度量衡的這些標準 那幹嘛還要測速呢 因為測速要經過這麼多嚴格的標準 還要有法令 我區間測速都不用 如同在法律之外 有一個豁免的規定 所以交通部覺得 區間測速很好用 到處設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那就變成說罰單到處開 今天可能只有9萬件 未來可能是900萬件 然後交通部就以這個理由說 哎呦交通事故減少了 這個很棒 所以我要繼續測 全台灣到處都區間測速 那這個的意義到底何在 就對人民來講 你今天用一個測速器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全台灣管設 其實已經造成很多的民怨 因為測速器並不是改善交通事故 最主要的原因 過去也做過分析 超速佔我們交通造勢值 佔了2%等等 都非常的低 所以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交通部 卻拿這個來做為理由 然後要求廣設沒有法律依據的區間測速 我覺得這個民眾是無法接受的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交通部 能夠依據我們相關的法令 還是必須要回到這個法定度量 痕這樣的標準下 才來設置 好 謝謝各教委委 好主席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我剛剛跟你們報告就是說 不是說這個保留 應該是說 讓他要停用 真的這是 這個是現在是拿著屠刀不放 那拿著屠刀不放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人民去說 相信說那政府的這個執法的公信力 那剛剛組長講的 我必須要講說 今天為什麼會發生 新北市政府 然後他還繼續在用 然後其他的縣市政府停用 就是因為 你沒有遵守國家法律的規範 然後把它 有一個一致性 然後有一個國家的標準檢驗局去處理 今天問題就在這裡啊 所以我是不是 我假設我是某一個地方政府 我是不是可以再發明一個 測速的這個儀器 然後我就開始來開法 然後我就開始來開法 現在就變成是這樣嘛 新北市政府 他可以用這個居刀測速嘛 然後他可以去開法 那其他的縣市政府 停用 所以教育部應該是要遵守國家 法律的規範 那市長講說 這個第三方認證的是 這個法律上的概念是這樣子 他本來就是應該經濟部的標檢局去處理 然後有一個國家一致性的標準嘛 你如果說要第三方認證的時候 是他要授予這個第三方 這叫做 行政法上叫做授予私人性的標準 你那個臨時提案 對 我要說的是說 我跟你講 停用有問題啦 不能停用 你停用的話 以後造術力一定會升高 不是啦 停用 沒有沒有 安全有沒有 這個狀況是這樣 停用 先停用遵守國家的法律規定 停用會暫時 經過他檢定以後 就要繼續要用 那他現在 他現在還沒有進入到這個嘛 他現在沒有法律的依據啊 因為你用這個停用太嚴重了 不是 主題如果這樣的話 停用就停掉了耶 每個人都會發明一個 明天也可以發明一個新的測速的儀器嘛 來開法嘛 現在科學本來就是日行月一吧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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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段長就說 那是他發明的啊 他就像愛迪生一樣啊 他發明他段長 對啊 那個公路總局的段長 就是說他去見證明是他 他還上電視 上來部長那個也會發明耶 所以 現在是說 你發明 沒有問題 你發明但是 按照國家的 法律程序來嘛 然後讓這個執法有公信力 然後有正當性啊 很多天賦一筆的人太多了 齁 現在每個人都會很聰明的 沒有 國家 法律的存在就是 必須要把這些 有權力的機關 齁 然後 可以去對人民的財產機器 去限制他的權力 交通部你們有罰款收入的壓力嗎 跟國稅署一樣 蛤 罰款一個月要繳多少億 100億還多少億 沒有這個壓力嘛 他沒有這個壓力啦 但是你這個道路安全 你不能不做啊 齁 好啦 這個案子這樣 暫時保留 我們討論下一個 這個等一下 並 後面邱顯示委員還有提案 好不好 你交通部隊委員 他們發言的意見 你們要注意喔 尤其針對齁 齁 七千道路 還有另外四條道路的部分 齁 在那個 不行啦 那個案子停止了 我們9點鐘討論到現在 好不好 抱歉 好我們第二個階段就 這個 討論 討論 二十二人理據 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 齁 當然首先要提醒交通部 就是說 呃 我們對於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以及人行道的空間啊 都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個請王國彩次長啊 要確實的去檢討 那 我想要提的重點就是說 目前的規範啊 電動輔助的載具 電動滑板車這一類 它目前啊 都應該是屬於動力的 運動休閒器材 動力的運動休閒器材呢 要依據目前的規範啊 其實是不能上路的 這個等一下請交通部 跟警政署來說明一下 那目前的規範是不能上路的 如果要做相關的調整 齁 這個 我覺得警政署啊 必須出來說明一下 執法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各地方政府啊 各執行面的問題啊 也必須要出來說明一下 先請警政署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 警政署說明一下 好 是 包圓 這個 現在的這個 這個運具 很多元啊 很多元 那 呃 其實早期在 包括人力拉車都有 納入 納入規範啊 但是現在的這些 多元的這些 包括滑板車啦 包括賽格威啦 包括很多 這些 以電力為主的這些 這些運具啊 其實很多 但是休閒用的沒有錯啦 那 目前 他是有 有規範說 他不可以在道路上行駛啦 不可以在道路上行駛啦 不可以在道路上行駛 除非他有撞到人啊 發生事故的去處理 才會去處理這一塊 不然這個區塊 我們目前 呃 不是我們執法的重點啊 啊 把他納入管理很好 好 那明確規範以後 那將來警察 碰到 事故啊 碰到正義要處理的話 呃 有所遵循 那就最好 好 報告完畢 好 這個 第 32條之一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我們招政委員發言 這個主席喔 請問服務說明喔 這醫療行動的載具齁 目前有無時數上的那個 或是警示上的規範 這兩種 請問服務說明一下齁 因為現在很多老人 年紀大人 都是做這個 那個 醫療行動的載具嘛齁 報告委員 那我們是規定說 那個最高速限是 呃 每小時不能超過10公里 10公里 對 然後咧 有沒有什麼那個 那個標示上的範圍 標示有沒有什麼標示啊 呃 說這個是醫療行動 許可證的話 核准之後我們都有規定 他是依照我們要釋法 現在是依照要釋法 75條會 會標他相關的一般的規範 也有嗎齁 好 各位有沒有意見 每意見齁 教育部建議是 不修正嘛齁 那部分條文 併到69條 是不是這樣 好 那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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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 因為大家委員都很忙 好不好 那第69條 第69條 我們是不是請教育部說明一下 呃我想跟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 呃目前就是 確實就是 在國內齁 如果說任何其他 非屬我們 所規範的 汽車動力機械的話 那一些動力的運具 在道路上面行駛的話 都是依照 我們處罰條例 第32條之一 來開罰啦齁 那委員 呃委員的提案 就是說 昨天也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現在在世界各國齁 包括 呃這個歐洲 美洲 澳洲齁 還有我們鄰近的 新加坡日本 大概也有一些新型的電 那個 綠能的電動運具 齁在做相關的一個 試辦跟使用齁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呃 原則上就是 因為 呃大概也有這樣子 就像我們呃 現在的一個 呃電動綠能的運具齁 大概因為都 時速都限制在25公里以下 比較偏重慢 比較偏慢車啦齁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呃 就是呃 參考委員的這個提案齁 也就是說 在慢 其他慢車的這一個 個人代步運具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稍微做一個文字的修正 修正為個人行動運具 也就是說 把如果說有一些綠能的 這一個運具 要進到國內的來的話 他是把它定位為慢車 不過原原則上的話 因為昨天我們有提到 國內的道路的環境 其實比較擁擠 道路的車 這個各類的混合車流也很多 所以原則上是禁止的 是禁止就是說 這樣這樣子的一個 新型的運具 在一般的道路上行駛 那例外開放的話 是我們是修在 就是說在這一個 第四項 也就是說 呃 如果說 因為有定義了 那例外開放的話 就是如果說是經過 因為慢車的主管 主管機關都是在 地方政府 所以像 呃 現在比如說 齊金 或者是這一個 彰化花 那個 那個 船尾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 電動三輪車的 有一些 需要來做 這個在 觀光區 特別需要 呃 做一些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體驗的話 其實原則上就是說 地方會有一個相關的一個 管理的一些規定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就是說 原則上 國內的新型的電 呃 綠能運距是不應該 因為 因為道路上比較擁擠 是原則上是禁止的 那例外 如果說是 地方政府 他們要就是說 做示範 在風景區 齁做相關的一個 示範的話 所以在第三項 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 其他慢車 他在這個指定的 行駛路段時間 相關的管理事項的辦法 直接是縣市政府 訂定以後 那這樣子的話 就在那個特定的區域 他可以先行來 先行來試運 試運做啦 那我想 呃如果說其他的國家 也有一些示範的情形的話 那地方政府 如果有願意示範的話 是不是我們 呃就是參考委員的提案 大概做一點 就是說 微服的調整 那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說 沒有在指定的 這一個 呃路段齁 禁止的指定的時間裡面 就是說使用的話 同樣在第四項裡面 他比照的跟 三十二條之一一樣 都是處罰 一千兩百塊跟三千六百塊 也就是說 他還是不可以 就是說 隨意在道路上面的使用 以上大概我們的 修正的 大概參考委員的 立法理由 經過昨天的質詢 呃 然後交通部啊 你們回去 晚上 一個晚上的腦袋的沉澱 今天有 有改變了齁 現在要有新的思維嘛 齁 現在你看 都已經非常科學現在 對不對 你剛才講的很好啊 路港還在 牛車還在跑咧 對不對 那要不要開罰單 要開啊 騎軍三輪車也在跑啊 要不要開罰單 要開啊 這個都要開罰單了 你們怎麼執法 所以你們朝的 行序漸進的 然後 因地制宜嘛 是不是 市長剛才講也很好啊 你們起碼要有個說詞齁 因地制宜 河濱公園現在去 去弄滑板電動車也是違法的耶 那 那由縣市政府 他們去指定的一些公園路段 齁 或是運動場所 這年輕人是喜歡的東西 你幹嘛去阻擋他幹什麼咧 不需要嘛 你把它繞適當的管理 你也不能講說 我說一講啊 你們不定可以啊 不定到你不開罰 你又 你警政署又沒辦法開罰 你的警力可以開罰嗎 你是維護治安的咧 不是在開罰單的咧 對不對 你每天在那邊開罰啊 在那邊開罰單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是同意接受交通部修正的方案 那各位委員沒意見 沒意見齁 沒意見我們就照 不浪費時間好不好 叫 那文字有一個地方喔 六 有個六 多出來一個六字 多一個六 然後另外就是 在第四項的那個辦法這邊的話 就是指定的行駛路段時間 我們再加上一個速度限制 好 因為地方有時候就是 行駛的地方它希望 速限 比如說它降到更低 因為設計是25啦 那我們 我們希望就是說 對 在第三頁的 的第四項 就是我們新增的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 其他慢車指定行駛路段 所以我們要再加一個速度限制 對 這樣子的話就授權會更清楚 好 這個就修正通過了齁 那再來就七十條 七十二條之二 對 七十二條之二的話 一樣就是說 對於就是 委員本來建議就是 相關的 這一個我們的 這一個 這個 使用這個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加上一個年齡的一個相關的限制 那我們 我們也把這個個人行動運距 因為它也是一樣動力 最高速度會到25 所以一樣就是說 有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我們學生通過齁 接下來就七十八條 是 七十八條主要是行人 行人的部分的話 因為現在 呃 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的這個 呃 醫療用的電動代步車 跟動力式輪椅齁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它當作是 行人的輔助 所以行人輔助 他就是跟著行人怎麼走 他就怎麼走 那不過因為 畢竟剛剛 呃衛生主管機關有提到 他們的速限 是最高是到十公里啦 那我們希望說 他們在人行道上行駛的話 速差不要跟行人差距太大 所以我們把它降低到六公里 就比照委員的這個提案 會讓行人更安全 好 各位委員沒意見 沒意見 沒意見通過齁 好 現在我們第三個區塊 其實是道理道交的四十三條 道交四十三條齁 第四十三條 黃孟凱委員 還有林德副委員 謝伊鳳委員齁 他們三位 你記得案子 來 那個孟凱委員要不要 還是交通部說明 我們說明就是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都已經綜合了 黃孟凱委員 林德副委員跟謝伊鳳委員的 提案的版本齁 呃 基本上都參考了 都就是加以修正了 那原則上就是說那個 呃 包括這一個 呃 提到的第一項第五款的 這個 呃 就是拆除消音器的 這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當初是有提到 黃孟凱委員是提到說 呃 當初這個 如果照原條文的話 是要因而造勢才來做處罰齁 那其實拆除消音器 跟這個造勢 其實是不是有關聯性 齁所以 它比較難 所以就是委員這邊是說 欸那我們是違反這個 這個呃 這個拆除消音器 如果一年內再犯的話 就把它釣扣駕照 啊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應該是 是合理的齁 那另外就是說 對於 呃違反這個 汽車駕駛人違反 這個第一項裡面的 這個 所有的這個 條款的行為的話 本來的呃 這個 這個 這個釣扣牌照 原來條文是釣扣三個月 那委員的提案版本 有包括 謝一鳳委員有六個月 然後呃 呃 洪孟凱委員有提高到四個月 所以我們用用最重的 就是讓 讓他就是說 從三個月 就是釣扣牌照 釣扣到 對加重到六個月 那另外 那另外就是說 載犯 載犯的部分齁 違反這個 這個就是說 雕刻牌照的 就是說這個 第一項的各款的 這種危險駕車的 行為的部分齁 原來只有提到是 一款 三款 四款 載犯齁 就是 那二款的那個 超速齁 嚴重超速 超了六十公里 就是說比如說 高速公路一百公里 他開到一百六十公里的 啊 開了第二次還沒有末入啦 那 委員有提案齁 是那個 那個呃 林德副委員有提案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各款 全部如果是 再犯的話 都要末入車輛 那所以我們在這一項的話就是 也參考委員的這個提案就是 全部 各項各款 再犯的話 就全部也是末入車輛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這個 幫他委員 好 呃 我想這跟昨天齁 打詢的時候 這個交通部也好 這個相關部會 這邊已經有做一個 適當的修正啦 因為其實主要我們一直強調是說 第一線的遠景同仁 他們其實苦於是說 沒有一個法令依據 可以來嚇阻 就是說半夜造成 噪音的 安寧的 這一些 真的是惡意的這個駕駛人 尤其是這個飆車組 那如果說這個 我想這個交通部這邊的一個修正 結合我們幾個委員的一個提案 那並且都是 拿 相對比較重的一個法則 這邊來做一個整合 我覺得是 可以接受啦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趕快來讓他給通過 那因為暑假馬上就到了 我覺得是說這個 暑假的時候其實蠻容易有機會有這種 這個飆車行為 那我們真的是要法力以後 有一個責任跟有一個態度 就是我們真的 沒有辦法接受破壞安寧的飆車行為 以上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這個 違反兩次超速 最高限速是60公尺以上 兩次就沒路 車輛 這請法務部 說明一下 會不會違反比例原則的問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不管是 不要說進口車 國產車現在 你現在 artist都隨便跑都可以 跑到180 為什麼 現在是油電混合 現在車子的底盤 跟以前的性能是不一樣的 那你 今天最重要的是什麼 任意 那個破禁 縱然減速 有沒有 或是在路中間 那個停有沒有 煞車有沒有 這才是真正的造勢原因 這個才是主因 那你今天兩次 我們又 你還要調校 調校駕照三個月 現在變成六個月 又有罰款 然後 然後又去上課 你現在末路車輛 那車輛 這堆的嗎 這兩次以上 那我說他不小心喔 有沒有 他不是惡意的 這個我覺得 這末路車輛 法務部說明一下 比例原則的問題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大家好 關於行政程序法上面 所指的這個比例原則 指的是行政程序法 第七條的規定 那行政行為 他第七條的規定 還是這麼說的 他說行政行為 應該要採下的行為為之 齁 採取的方法 要有助於目的的達成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的方法 是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採取的方法 所造成損害 不得已欲達成目的利益顯示均衡 那這是有關於法條的規定 那當然具體個案要如何去判斷的話 我們是尊重立法院跟這個 主管機關的這個權責認定 那 只是說個人的 個人的一個潛見齁 在這裡也是提醒各位 參考的就是說 如果說 如果說 那個車輛齁 可能是一個那個弱勢者齁 他這個 用以謀生的工具 那麼 這樣子把它給沒入的話 恰不恰當 這個可能也是有一點點疑問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駕駛人 他未必就是那個 汽車的所有者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妥當 這一點 妥當性也是有待考量 那以上全件提供報告 謝謝 這個 真的隨便油門採一下 就是一百六耶 真的 尤其晚上那個 高速公路沒車的喔 哇 那油門腳一採下去 真的一百六一百七耶 齁 這個 這個兩次就 沒收喔 哇 那個高檔的車呢 很容易沒收耶 那你的想法呢 那你們說過喔 沒有罰則 第一個我們從 調扣駕照三個禮賓 六個月 然後我們又 很重的一個 罰 那個罰金喔 然後又要去上課 我覺得如果人家財長 就跟法律部講的 那個今天如果人家磨蹭 或者 車子不是他的 對不對 人家又要去打官司了有沒有 他可能是借他的 我覺得這個 我不贊同啦 我說其他那個 調扣駕照 你這個有點像 徐立平總統喔 不戴口罩可以直接槍斃 槍斃的 沒送人家的東西這不對的 這個 這個好看 執行 你們執行執法 執法有沒有自然難行 那個孟凱惟 這你的主張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還是看 沒有錯啦 現在的 汽車是都可以踩到100 你如果說高速公路啦 高速公路時速如果110 那如果說踩到再加60是170 汽車當然技術是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在於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執法也好 或是說現在用路人 有真的都有 有多少的比例是到170而不自治 因為 對啊 那就是危險駕駛啊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 我自己啦 我自己這個駕駛如果說他 超出10公里20公里 我自己坐的就不舒服 我馬上就會跟他說 欸 別這麼快喔 對不對 那 車速過快 有些時候他 沒問題就沒問題 有問題就真的是很嚴重 沒問題啊 是 也因此我才會想是說 是不是要把這個一起歸納出來 那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們 本院的同仁 我們也看到我們委員 也不幸發生一個車禍嗎 那剛剛那個新聞的通報也講說 對方好像不幸罹難了 對方對方不幸罹難啦 這個通報 黃 黃委員嗎 我們 對對對 也因此我想是說 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 當然 我們委員如果還有其他意見 我沒有說一定堅持 那委員怎麼了 沒有 好 輕傷啦 就是說我們 黃秀芳委員他 輕傷 就車禍對撞 那輕傷 但是剛剛拖一波是說 對方是不幸罹難了 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當然有一定的嚴重性 但是 如果說大家 我想等一下 是不是 警政局這邊 也發表一下意見好不好 關於是說 現在抓 到底有多少是 超過60公里 這個比例原則來講是多少 那 來看說實務上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 定 既然當初會定60公里 其實已經有想過說 他是超出 很嚴重嘛 所以說他已經是 危險駕駛的一個程度嘛 所以我才會 提出說 如果說你就已經危險駕駛 而且 剛剛我們有提到是說 你如果是 這個身材工具 欸 你拿你自己身材工具 然後還這樣危險駕駛來 這不是已經是完命了嗎 黃委員這樣吧 我們休息五分鐘 你們討論看看好不好 蛤 休息五分鐘 好不好 沒有開了一個半鐘頭了 好吧 你們討論一下 五分鐘回來 我們就 還有臨時提案 要處理臨時提案 欸 拜託兩位不要跑掉啊 臨時提案人要夠啊 市長 市長 你講的道理 你們討論一下吧 欸 歷事在這邊 可以啊 那今天車禍那個 他是超市多少 他超市一百星嗎 對 他很痛 對今天是一百星嗎 我們已經很痛 從三個月 到六百元 很重 而且還要上課 還要把錢 把多少錢 一公平 有一個數據 非常多 你會加上去嗎 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 都把六千塊 兩百星 對 對 我來看 這車禍 這麼多小 對 然後 都一 都一 他都一 都一 但是 他也要 我 他也要 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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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會來 現在就是在那邊 因為在那裡 在那邊 就把他放在地址 對 對 對 所以他那個 這些都可以 你覺得陌路有道理 對 對啊 他不合比例原則 他那個 他那個 我告訴你 你已經弄完了 我不知道你開什麼 不知道 阿廷 隨便開都開那1.6的 沒有了 我看我們那個那個秘書 買一台的阿廷 我再開看看 哇塞 怎麼那麼會好 但是我剛剛就講吧 1800CC 發那個 郵件有沒有 他會來 他已經看這個遊戲 然後 就知道說 如果說 這個 這個有這個沒有 這個超過 那個 阿廷 就是 他就會超過這個 這個是本來 對 對啊 對 對 這個 我是說 怎麼這樣子 那些 那些 那麼多錢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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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這是 那些 那些 對 對 對 有 有 他自己人叫 你去 他自己有 他自己在 我自己是 我自己在 我自己やって 我自己在 我自己在 對 我自己在 我自己在 中文字幕後 炸彩 這裏有最新的 他講他幾件齁 我是講法決定法 所以決定不想再講他 但是他有過程 也許他會有些 也許這方呢 我們會開個260 他可以去跟他講 我看我們以前在講 其實那個爬站 車號 超錯了 其實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我們去拜訓 我不曉得過 但是 有大隊長 但是你做過 對 那個標誌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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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會有問 對 對 那你變成是說 然後又沒有一個 然後又沒有一個 然後你要繼續用 他出示當然是你要來 他 明早就 明早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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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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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可以加一個方案 就是在 要不要再度的話 不過要特別寫來 要特別寫來 因為其他的訪問在 然後訪問都已經被訪問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同時 人家是在訪問的 比如說你開過去我會不開 被綁了我不開過來 對 你看你是我家的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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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是政務委員 還是 你 你是他媽的 那其他人 你其他人過以後 我們還要可以做 你會做哪些人 你會做哪些人 我做好嗎 你應該只能加一個 我本來就是 這個是 我又要超跑 我又要超跑 那你那我有一些 那你一提巴掌 你一百種 那你一只是 要五十小千 喝多少 對比嗎 對比嗎 但那些車可能就是 很好的選擇 這個會叫進去什麼 所以就是習越換車站 我們都用體驗不少加 你跟這個連續都包括 放前提款很久高的 為什麼你要撐我過太遠 為什麼會這樣 都不要嚇死 算你們那樣沒有 這環車高走 每天時間默奏 我們沒有罰的耐心 要不要加一個 微早清的造成 那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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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住 然後受制 他是第二次 第二次就撞到人 就撞到人 就問一下那個 洪委員 洪委員他 他先把他給他 他叫警部說你媽主 哼 他們老鼠人 我把你叫全部都領老鼠人 我把你叫全部都領老鼠人 可以了嗎 應該不是你 還正要原來法規 他原來法規就 跟孟敢講什麼 孟敢講 他知道你要問他跟他 這個月已經長到六個月了 這已經是要報了 前面的三個月也長到六個月 你們提起的 提起的 我負責你房子好不好 負責你老婆你怎麼樣 好啦各位我們開工好不好 請坐啊各位請坐 各位請坐 來我們來修四十三條 交通部看看修正意見再報告一下好不好 交通部 各位報告 就是剛剛有 就是原則上都有參照委員的 這個提案修正那 就是剛剛就是在 這一個到底要不要 就是比如說違反 這個我們第一項的 這個前四款的部分 要不要默陸車輛 因為現行的條文是只有 這個第一款 第三款 第四款的車輛 再次 再次 就這個違反的話 就默陸車輛了 那是不是就是說 第二款 因為 超速的這個 不一定就是跟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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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勢有直接關聯性 那還是說 我們就維持現行條文 就不要修正 對 報告委員 我覺得這沒有意見 好啦 如果說以這個狀況 就還是維持 我們現在原本部分 但是重點在於是說 增加前面 就是 對 第五款 如果說一年內違反 違反者 吊銷六個月 然後還有就是說 吊一到 第一款到第四款 吊扣牌照四個月 這個是 這個是現在做變動 對不對 那 目錄的部分就是 維持現行法規 好不好 這我沒有意見 好 這樣我們委員沒意見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不好 欸 有修正了嗎 你把文字 把文字那個 那個那個 文字整理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處理 臨時提案 邱雪日文 那齁 只有一個案嘛 又跑出第二個了 喔 正反兩面齁 好 邱雪日文 第一個案 各位沒意見 行政部門有沒有意見 他在講停止喔 停止喔 停止喔 蛤 要不要先給行政部門講一下 這是他的 交通部的這邊的 他的說法是說 他希望 好 因為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現在 我不知道啦齁 標檢局 不知道有沒有在 就是標檢局 他認為說 願意把這個區間測速 納到第四種 的法定度量横漆 齁 包括去 雷打 雷射跟那個感應宣傳之外 第四種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啦齁 齁 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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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麥克風 那麥克風 那齁 那 那我們的提案當然就是說 他把他納到法定度量横漆 齁齁 齁齁 齁 在他沒有把他 弄出去之前 怎麼辦齁 那新北市在用嘛 那我們希望他能夠停止 做這個區間測速 那要多久時間啊 沒有就是等到他能夠 只不過三年五年十年 那這樣的話又亂了 那當然就是說不可以做啊 因為這個是 我就跟他講了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齁 要有法律的規定 要有法律的依據 才可以去處罰人民嘛 你不可以 先 自己先跑了 然後法律的部署都還沒有做 然後你就要去處罰人民 這是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那邱委員 是不是照你的建議地方政府取得 第三方 驗證錢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 他那個版本我是不會接受的 這誰寫的 我不會接受他那個 所謂的第三方的那個說法 這你們寫的齁 標檢局也 看起來也願意說 罷 這個法定度量行器裡面 增加了一個叫做區間測速的這個東西 那就不要講第三方驗證 就寫標準局驗證錢嘛 對啊就是說 這邊說明一下 我說明一下 你說明 謝謝 謝謝邱委員 關心這個案子 齁 在整個 只是區間平均樹立法的那個法案 就是我們七十二條 裡面有些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資料 證明其違規行為 其實這條是說有科學儀器 好 那科學儀器其實有很多種 包括照相 速度計 以前那個 固定操像感的速度 等等都是科學儀器 所以當初在實施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這是科學儀器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 因為我們在標準 在標準局那個 多量衡法 法規對於速度計 他是有剛剛講的 這三種 有種規範 那 未來 假設區間測速 這樣的一個 工具 這個剛才已經討論過了 對 你直接修正的方案提出來 怎麼講 所以我會認為說整個 整個系統的正確就是那個對值 我們認為第三方驗證 還有 我們執法單位每天去 請問人不接受啊 這是 希望說這個 度量衡法裡面 第五條 就規定了公務檢測 是 他要指定法定度量 這很清楚啊 你要做公務檢測 所以現在是過渡期間齁 過渡期間我們如何 沒有 就給你過渡期嘛 公務檢測吧 公務檢測就是依照度量衡法 就是要在 就叫做法定度量衡器裡面 是 那現在標檢局 也願意把區間測速 放到法定度量衡器裡面 齁 那地下有一個 你們願意嗎 我們現在正在演繹把它 拿到我們那個 什麼 這演繹 我們現在會正在那個 擬定那個法規 要把它納入 那個多久 時間多久 一年 一年耶 你們為什麼要花一年的時間 這麼久 對 你們可以把現在正在正義的問題 你要把那個 時間縮短 有沒有 我今天被人家罰 我一定要 甘願了 有沒有 他有一個依據吧 對不對 你們渡量衡 是最公正的啊 那你要回去 要快一點 你會一年太久了 你懂嗎 這樣啦 倒數第二行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 建議地方政府嘛 就好了嘛 其他按照法令固定 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嘛 那個就是新北市政府還在用啊 那這個怎麼解決 我們就是主管機關建立地方政府嘛 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 就好啦 那你在唄 秋元 就 沒有啦 因為他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現在除了新北市政府之外 其他都停用嘛 有啊 有之前 然後 停止使用嘛 他在 檢驗證方式前 停止使用 新北市政府還在用啊 對啊 新北市政府現在還在用 新北市政府有驗證了沒有 他沒有經過法庭都量衡器 他就是要 新北市 對新北市侯市長他說要啊 來來 所以交通部 必須要有一個態度啊 市長委是不是在這一個我建議啊 就你剛剛說的修正文字 再調整一下變成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協調地方政府 協調地方政府 不是我建議啊 建議 我前面已經要求主管機關協調地方政府於建立國家標準之檢定及驗證方式前停止使用啊 不是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有限制有限制有在用啊 但是暫停 但是暫停他們現在都找第三方認證在做 做完以後他們就要開始 現在狀況是這樣 然後 最重要是說 對對對 這樣平行時空啊 不不不 他現在進去怎麼做啊 不是啊 但是 市長你不能都不看法條嘛 現在你在處罰人民啊 那 法條裡面 法定度量衡法 裡面它就是規定說 公務檢測 你現在在做公務檢測 那必須要那一個 那個機制放到法定度量衡器裡面嘛 那現在人家標檢局 也願意把它 看起來是願意把它放到標準局的 那個裡面 法定度量衡器裡面 那在那之前 你就是不要用 就這麼簡單嘛 那之後 邱委員很簡單 就是要你依法行政啊 對啊 所以你違法啊 你要依法行政啊 你這樣是違法的 現在 現在也沒有不依法行政喔 現在是說 對 上次在 上次交友會的結議 那個文就是這樣寫的 一個月內 齁 他們要 要去驗證說 這個是正確的 沒有正常 不是正常 以前 那 現在還是問題在這裡 不是不是 你的第三方對不對齁 應該是說 驗證的權利 是在 這個國家法律規定 是在標檢局啊 對不對 那 如果要驗證的 也是標檢局 或是標檢局所授予 他的公權力 的 這一個委託私人行使 行使公權力的機構 所以他有一個機制在運動 他不是 說你可以自己去指定 像這種 罰款的方式 已經沿用多年了 欸 之前 之前每一樣 齁 雷打 雷射 感應線圈都有在 法令度量行進 這個是 公共總局發明的 如果準此原則的話 對 那 高速公路啊 這些省道啊 為什麼基金車特別 高速公路省道 現在每一樣的雷打 雷射 感應線圈 都在法令度量行進 裡面 他就是要一法規定 只有區間沒有 那現在他們也願意把它放進去 現在的問題是說 好 等到國家有一個機制之前 是不是你 不能夠去使用這個東西 因為 你注意到一點齁 現在就是 有個放假期啦 就是 標準 9月級還沒有弄出來以前齁 過度期這一年齁 這上面是可以超速的齁 就等於告訴他們齁 我現在無法可管 這個路段是可以超速的 你們開160的沒事 你知道有沒有 他300萬張的罰單嘛 區間測速只有9萬張嘛 所以有290萬張 9萬張如果造勢的話 要報銷多少 那你要遵守法律的規定嘛 你要先去 他如果要做這個規劃的話 他要先去申請 好 標準局說 他在法定對方行政 不過第三方 他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權宜措施啦 因為 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 欸這個 這個你要非常謹慎喔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的話 恐怕在監察院那邊也會有問題啊 那每一件 是不是將來都可以去申訴 對啊 你這9萬張 是不是每一件都可以去申訴 主席請法務說明 蛤 主席請法務說明 法務說明一下 法務說過啦 沒有再說清楚 說清楚 齁 這區間測速的問題齁 那個渡量痕的問題 第三方的問題齁 這樣子齁 我想齁 跟主席各位委員報告齁 因為 我們的專業是 關於那個法治的部分齁 那那個渡量痕我們不專業 那我們只能夠 從法治面來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呃 要限制或剝奪人民的財產自由等 基本權利的話 這當然是有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那麼在 具體 具體的行政作用法裡面 他如果說 要能夠 裁罰的話 那那麼他的 取證過程 當然是必須要符合 那個正當法律程序 齁 這有點類似像說 呃 檢察官不可以說 用違法的方式去取證 那當然就是 什麼樣的情形是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就是必須要看 我們法律是什麼去規定的 齁 怎麼去規辦 那麼 我們現在就是說 當然剛剛邱委員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國家目前是有 杜量痕法 有這個法 那這個法 當然是要看標準局是 怎麼去解釋 因為他們是主管機關 那 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們的那個行政的取證 我們行政 作用法裡面 這個這個 關於這個取證的程序 他是不是 只能用 這樣子 杜量痕法的這樣一個 一個方式 他是不是唯一的一個取證方式 如果是 那就必須要 那個標準局 那如果不是的話 齁 那行政機關是不是有 其他的舉證方法 那其他的舉證方法 是不是符合法定程序 那這個時候就必須要看 我們的那個 具體個案的那個 法律的規定 程序怎麼做 那以上報告 好 主席我稍微講一下 齁 這個 參試嘛齁 我覺得你要來 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 你必須要對相關的法規方 我當然知道你夜管的 這個範圍 不是這個啦 齁 因為這個非常細嘛 他有一個杜量痕法 這最基本的 公務檢測 他就必須要放到法定杜量痕裡面 這是杜量痕法裡面 齁 他的這一個第五條 裡面就有規定了 那第二條 他也規定說什麼叫做 杜量痕氣嘛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根據這一個母法 他授權出來的 還有一個叫做 杜量痕法施行細則 齁 杜量痕法施行細則 裡面第二條 他就規定說 這個第五條的法定杜量痕氣是什麼 齁 因為公務檢測嘛 所以杜量痕法 這個 第五條的法定杜量痕氣是什麼呢 他第二條就規定 在他的第八款裡面 齁 他就有提到叫做速度器 所以為什麼 過去 在處罰人民的這個超速的時候 所謂的測速雷打 雷射 或者是說 這個感應線圈 他都會放在法定杜量痕氣裡面 是這個道理嘛 所以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那他的爭點是什麼 今天的爭點就是說 標檢局 齁 看起來他的方向也同意說 如果這是一個 這一個測速器的話 他要把它 研議說放到這個第四種 齁 他的法定杜量痕氣裡面嘛 對不對 齁 那 在他還沒有有一個機制出來之前 現在裝在馬路上的這一些 這一些巨艦測速應該要怎麼辦 法律上這個答案就是只有 有一種 就是你現在就是不能用 否則你就違法了 齁 違法了之後 這個下面的公務員 馬上就有很多的這個行政的責任 甚至說 這個將來這些申訴到法院去的時候 法官要怎麼解決 法官一定會問你說 那你處罰人民的法律上的依據是什麼 就像剛剛參事說的嘛 齁 那這是一個法治國家 我覺得說 在這個沒有一個法律法規範的依據出來之前 當然你就是要 這個停止執法 就是這麼簡單啊 那不是說 這樣有一個措施或是便宜 這個 這個形式啊 不是這樣 我現在是怕 你這一段齁 你杜蘭肯要一年以後出來 如果7千車啊 如果無法隔管的話 那在車上隨便來隨便去的 他有固定式的雷打雷射跟改善圈 那怎麼改 可以 可以 300萬件裡面有290萬件 都是用這個測出來 可以嗎 黃國 你在沒 你雷射槍也可以都可以啊 你要怎麼聽錯 當然是可以測啦 只要現在可能是說 受限於 經費還有設施點的問題 這個不是問題啦 這不能是理由啊 你交通部 趕快跟警政署 趕快去喬經費 那你就用固定式的那個 測速器就好啦 是不是 你固定式的測速器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會去質疑 他的一個公權力 正當性跟他的合法性啊 剛才委員的修正建議你們接受嗎 可以的話文字趕快修正一下 對啦趕快修正 我 說明一下 還說明喔 不要說了吧 你要不要修正喔 就是 剛好 你要依法行政啊 市長 不是 我在講一個 就是說依法行政 我已經講過一件事 第三方認證不是不依法 我們的所有只要system 都是要第三方認證 比如說我們的鐵路 我們的捷運 我們的只要是system的部分 都是要有IVMV來認證 那我的建議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修 可能要修一年的時間 所以你如果說 我們用一個請公園院 中科院 扮演IVMV的角色 來做一個認真的報告 然後他也願意簽署 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啊 市長 就是違反法定度量衡 就是說違反度量衡法 可是不只度量衡法 我們過去的戲 那你就說 捷運的話是怎麼辦 捷運又沒有在處罰人民 現在他是在跟你講說 這個公務檢測 那你過去的所謂你的 這個測速的儀器 都是這樣做的 或者你感恩線圈 就不用放進來 捷運不處罰人民 但是有安全的問題 對啊 所以我現在 參試事實際上在這邊 法務部參試在這邊 他剛才講的也很清楚 行政行違法 你要處罰人民的時候 你法律保留 要有法律上的依據嘛 那我問你 那如果你說 你的第三方認證 那你的法律上的依據在哪裡 你沒有法律上的依據呢 現在問題在這裡 那他的法律上的依據 就是這個東西啊 對啊 不然的話 你可以去問其他的 交通部的這個法律的專家說 那不然你的第三方認證 有什麼法律上的依據 沒有 問題在這裡 但是我們事實上 那很多民間也都是用第三方的那個 沒有 那個是要標準局委託嘛 齁就是說 就是說 那 處罰的話 對 處罰的話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啊 那這個案子 標準局如果先委託第三方呢 標準局去委託第三方 他就是在 法令度量很快 欸你們也用標準局委託第三方嗎 他要一年才能夠弄完啊 那標準局如果委託第三方 來幫你們這個做一個處理齁 但是 主持人 那但是標準局委託第三方對不對 也要 標準局把它納到法令度量行器裡面來 齁 那實際上的 檢測實際上的執行這個部分 是由其他的機構 他所認證的機構去處理嘛 所以他有一個機制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沒有一個機制 沒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作業的標準的程序嘛 對啊 現在 邱委員他依法論法 你這個就 沒辦法解他 你不然 我在幫助他們解決未來的 紛爭欸 那你說這怎麼修正你來講 沒有啊 啊這個就是 不要用就好 就這麼簡單 現在剩下新北市在用啦 不要用 就是在 他沒有進入到這個 你不要用的話 那新北市在用他違法喔 所以 胡市長違法 所以交通部 交通部就是要去 你繼續用 胡市長就違法喔 這本來就違法 他要啊 對啊 那交通部就是要有個態度 不能說欸好像是說 欸但是 我跟你講他那個 多數市民會支持他的 第一個 沒有第一 不是這樣講 第一個 情況是說 新北市在做的 齁 交通部應該有個態度就是說 這個不可以做 你如果中央政府 你說你主管機關說不可以做 他當然就不會做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已經停止了 就是繼續停止到 有一個 標準的作業的 這個法規範依據出來啊 好好好好好 好 交通部法務說明 呃是 這邊跟 呃各位 宇慧先進還有主席報告齁 就是說 關於度量衡法 剛才那個 邱委員指證的很對齁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想要 又請這個 呃經濟部這邊 確認一下 因為根據度量衡法 他規定齁 像他第五條是規定說 主管機關得啦 得救公務檢測的 這個 儀器齁 指定為法定度量衡器 那法定度量衡器的定義 也是說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後 他才是啦 齁 那很顯然的 今天我們這個 區間測試的 這相關營器 呃還沒有被納入啊 也還沒有指定啦 齁 所以說 這個部分是不是就是一定 就是說必須要有走這樣一個 國家標準這個方式 才可以處理齁 因為 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呃我們這個 處罰條例七之二條 跟這個道安 這個規則等等的呢 對於現在的科技執法 已經有一個法源依據啦 只是說他沒有進一步去規定說 這樣子的一個科學儀器 是需要經過檢測 或者是需要經過國家包準的檢測 所以他這個不是法定的要求 那是不是我們要必須無縫接軌 到這個度量衡法 因為剛才也有提到說 度量衡法的第五條 跟第二條的定義的部分 都有一個得齁 所以就是說 對於主管機關來講 他是不是一個 一定要納入的一個 一個法定度量衡器 這個可能可以請經濟部 可以說明一下 那我們要說明的就是說 當然依照我們現行的處罰條例 跟答案規則的話 他是沒有要求要做檢測 或者國家標準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有經過檢測的話 這個可以讓取締機關 再對於這個違規的事實認定的話 會更有公信力啦 因為我們知道說 行政機關在做取締的時候 是必須第一個要職權調查 第二個 對於人民的違規 是要負舉證責任 這我想大家應該都能夠 肯認 那所以說 如果對於認定違規事實的證據 也就是這個區間測速出來的資料 如果有瑕疵的話 那自然是構成這個 處分或者採處的這個瑕疵 這個我們會把它當作是違法行政處分 而且會去做撤銷 這是沒問題 但是他的前提應該是不是說 我們要確認這樣的一個儀器是故障的 造成這樣的一個證據 或者認定上有瑕疵再來測單 但是如果說今天只是懷疑的話 那當然 呃...固然是罪疑為輕啦 但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透過一個檢測機制 就這個 是不是一定要國家標準 或是說透過第三方公證人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長官有提出來的 中科院跟公研院 我想這個都是屬於公社財團 有一定的公信力啦 只要他們能夠證明說相關的系統儀器 有定期的檢測 那這個定期的檢測 我們目前道安會 也已經召集了好幾次會議之後 也有開AO做出了一些SOP來 那是不是我們照這個SOP走 可以去證明說這樣的一個公 家機關有公信力的單位 也有做定期檢測來確保一些 一些車廉安全的正確性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是不是可以 你不要去為難標準局 標準於說我是國家認證的一個檢測單位啊 你問他是不是第三方 有啊缺檢是委員長啊 你是第三方合法不合法 那你標準於你要依照那個 多量和檢驗法 你要納進去啊 那法達裡面你沒有修法納進去嘛 第三方就不合法嘛 你現在一直在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那是因為他們都要合法目前 秋偉 這個 我們剩三個囉 他齁 說實在的過去交通部的做法 齁 因為現在他創了一個新的例子嘛 他創了一個新的例子 就是說 他現在有一個拘捐測速 齁 然後 在沒有法定度量 放到法定度量行器裡面 接受這個標準局的檢驗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處罰人民嘛 那現在大家也是幫你想出一個方式 人家 也是說 那把它放在第四種 對不對 齁 那其實答案就是非常清楚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這麼堅持嘛 現在這裡如果這樣做的話 對 那新北市也有 沒有啊 所以就是放下 所以這裡面講說 呃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 協調嘛 協調地方政府 這裡面有一點彈性在裡面 也可也不可 齁 你不然這裡面你新北市 你跟侯市長對幹 對不對 那其他的又不行 他的又可以 齁 那這個 這個是市民歡迎的 我覺得齁 因為你超速 超速會造勢 造勢會死人 對不對 大多數市民是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 可能會支持這樣的法案齁 結果百分之十 支持 同意你說 我們要違法行政啊 主席這個齁 你違法行政 我這個 亂來 我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原因是因為 這 我今天早上齁 已經講了這麼久了 這基本上就是違法 不是你一個人講那麼久 大家都講那麼久 對啊 所以所有的委員都覺得 他這個是有問題的嘛 那大家都認為說他是違法 我怎麼可能去接受一個說 那這個 這明明是一個違法的東西 你就是要放下禿刀 大家才有機會 齁 再去檢驗說這個東西有沒有 合法性嘛 那現在就是說 你講的都對 對對對 現在 問題是杜亮恆 對 他要放進去啊 沒有 你 你這一定要他 你覺得這個違法 只有他 這個沒有爭議 就是說杜亮恆 那你剛剛沒有啦 我問你 杜亮恆未來的 這個歸院算不算 沒有 你也不認上 不是啦 這個歸院 這個現在是每天 齁 這個 一直在處罰人民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要先 先停下來 其他限制都沒有了 政府不是要去處罰他 而是希望對他有所約束 對 其他限制都沒有了 其他限制都沒有 只有新北市政府還在使用嘛 那新北市政府 那就由他 市長制要去負責他的責任啦 如果有所謂的錯誤 或是有所謂的執法 上的一個疏失 或是讓人民有疑義的地方 那是侯友宜要去負責他的政治責任啦 對市民交代 那今天我們回歸到這個臨時提案啦 因為臨時提案 大家都很有意見 對這個區間測速的這個公正性 合法性有意見 那我看到這個 一整個早上包括交通部 包括警政署 也都接受委員的部分的一個建議 就認為說那我要去檢討這個區間測速 我要讓他更精準 我要讓他更合理 我要讓他更合法 那只是說這需要時間去驗證 跟所謂的建立他的檢測標準 那這個部分我是建議啦 我們還是給予這個 各單位一點時間 那這個臨時提案 是不是可以作為調整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像趙偉你講的 調整一下文字 那給予一些過渡期的時間 在這個過渡期的時間 反正其他縣市已經沒有在執法了 新北市政府他繼續執法 那是他自己必須去負責任的嘛 柯委員你可以接受嗎 柯委員等一下 這個現在齁 要確認 柯委員 要確認 柯委員離開了喔 柯委員 你不接受 好齁 欸 大家要離開你不接受也接受了 我跟你講 這個方向我願意接受 但是齁 我要確認一件事 我要確認一件事 因為我怕大家誤會說 以為說交通部的立場 是不是說是新北市在用 我現在要確認次長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 其他縣市已經停了 加上這一句 其他縣市已經停了 齁 就不要再繼續用 等到標準局 有一個標準成績出來 對不對 那新北市的部分 就是交通部 去協調 這樣 對不對 我們也不要 我們在治理行間 不要講 對 不要去講新北市啦 我們去講 對 建議他去協調地方政府 但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新北市政府 好 這個 我是齁 說實在的 這個狀況 我是非常擔心說 變成是說交通部 要去鼓勵人民去打行政官司 但是 我現在只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本來停的這些 台東啦 彰化這些 次長願意接受 就是 接受就是說 等到標準局 現在沒有接受與否的問題 不是 不是啦 他還會 他有可能 他現在的做法就是 你 他的想法就是說 他希望能夠第三方檢驗 比如說中科院或什麼 然後他再繼續用啦 啊我們現在就是希望 他在這一個 這套流程出來之前 他不要再 讓他敗部戶 秋元啊 對 這些路段沒有出事啊 有信用說 民意上馬上就反彈到 不是 次長 了解我意思 民意馬上就反彈到 對啊 是不是就是說 停的先不要對他們 不是啦 我覺得這要責重一下啦 因為超速 嚴重超速的 也是國人不能接受的 對 萬一造成嚴重的交通事故 傷亡 誰要負責任 對 我覺得這個人命最關天啊 所以如果真的是超速的 我覺得該取締就是要取締 至於用什麼方式 我們剛剛有經歷 對 那你可以做移動式的測速器 沒錯啊 你可以做定點的測速器 在這個過渡時期 他有三種方法嘛 我覺得這個要講清楚 今天在講這個案子 不是說 啊 超速的法庭 反正就來註銷 以後 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過渡期都說 你不要因為這樣的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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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區間測速只有9萬 有300萬張嘛 區間測速只有9萬 所以 這個 就是說 次長今天是不是願意 就是說 進一步的說明就是說 現在已經停的啦 等到 這一個 標檢局檢驗出來之後 再 再來處理 那 不是不是不是 現在他現在的 你現在的只有9萬啦 對 邱委員我跟你保證會變成18萬 我告訴你 沒有啦 我同意 我同意他去 我同意他去 協調新北市政府嘛 因為現在就是 新北市政府在做啊 現在 倒數第二行 對 提案要求主管機關 協調地方政府嘛 對 建立 國家標準之 檢定及檢驗方式 前 停止使用 那你就好了嗎 不是啊 但是 他現在都沒有講說 我幫你主持 不是 河委員走了我就沒辦法啦 等一下啦 市長你講一下嘛 你現在 對那個已經停止的 你打算怎麼做嘛 停下來的縣市啊 因為 因為 這個就是剛剛 趙偉所提 有一個叫 購渡期啊 對 購渡期如果空窗的話 因為現在它是一年的空窗期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 就是說 剛才用協調地方政府齁 協調這個 這是我們同意的協調 但是他 我剛才 談了 就是說 因為上次我們的 在 在我教會的結議是說 他要取得第三方的認證嘛 之前 暫停 所以現在各個地方政府 的確多在做第三方認證 找中科院 中科院跟工研院在做 那中科院工研院如果他做出來的地方認證 不相信 那真的也不知道找誰了 因為是 是我們 自己國家的一個單位 我 我建議是分兩個啦 就是說 一個叫 過渡期 那一個是他 真正 在這個 呃 整個渡量橫法裡面 做一個修建把它放進去 可是他分來這一個啦 所以我建議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來協調 但是這個地方不強制啦 我建議不強制 但是這部分 我們要求他 把第三方認證的東西做出來 我是 用這樣來建議這樣 第三方認證就是 你沒有法律的依據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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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最後他的爭議會到法院裡面去 我也 我 我 他到法院去 只有 我坦白講啦 齁 除非真的是很證據確鑿 不然有沒有超速 駕駛人他自己知道啦 對啊 嚴重的超速你接到罰單 該罰就是要罰 這是我的立場 但是我們現在質疑的是說 這個檢測的這個儀器是不是有問題 對啊 是嘛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在說 要建立 也各個委員都建議了 要建立一個國家標準 要建立驗證方式 那我們都答應了之後 現在這個過渡期的這一年 我們只有認為說 第一個 新北市政府繼續執行 那是他自己去負責任 其他地方政府已經不執行區間測速 那市長的意思是說 那其他地方政府 應該也要 不能有過渡期 我的意思是說 超速要抓也是要抓啦 那至於用什麼方式 是定點的測速 或者是移動式的測速器 這個部分交通部跟警政署 要去協調地方政府 跟地方警察局啦 我覺得是要這樣子來講 就是說現在 現在已經停的部分 不要讓他用這個區間測速 對 對 對 沒有 區間測速這個第三 就是說在 已經停下來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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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不捨 對 那就不處理了 不是啊 區間測速已經停下來 不是啊 你在講半個鐘都沒關係啊 對啊 我離他要離開啦 沒有啦 我現在 我現在 他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他停下來 他還要繼續 我現在先告訴你 這個沒辦法處理啦 因為他要離開了 他停下來的 停下來 我陪你一個鐘頭沒關係啦 這不是一個鐘頭問題 我陪你一個鐘頭沒有結果啊 這是現在已經違法的 要不要讓他停下來的問題啊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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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有空裝期 這個空裝 空裝期的問題 空 他的區域 可數 不要照啦 呵呵 再三分鐘啦 看他腦袋有沒有轉得過來 我轉過來的問題 就是 加一句嘛 已經停下來的 就不要 就等到這個 有這個檢測的時候 再繼續做嘛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再來做嘛 停止 使用前 停止使用嗎 有啊 對 就建議地方政府嘛 要建立國家標準的 檢定及驗證方式 前 停止 都已經在裡面了嘛 對 好啦就這樣好不好 全選入圓 修正通過 來 欸欸欸欸你不要走啊 他還有一個案啊 他還有一個案啊 還有後面什麼 還有後面什麼 有時候他會用 又會 然後又被抓包 後面還有什麼 欸 選字啊 他那個錢 停止了嘛 你的意思已經在裡面了啦 對啦 所以現在次長 就是要 他的意思是說 再 我現在爭取時間 你第二個案要不要處理 我幫你爭取時間欸 第二個案有沒有意見 第二個案有沒有意見 你不要念啦 不要念啦有沒有意見啦 行政部門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了齁 好啦 來 台鐵 等一下 不要走 就是你要讓他 他沒有 他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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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說一定請 選定之後就要開放啊 沒有永遠的工作啊 對對對 好 協商完成啊 做以下宣告 今日協商結論免已宣讀 授權議事人員整理作為決議列入紀錄 交通部的建議條文列入公報紀錄 委員修正中意 列入公報紀錄 針對本日會議做以下的決議 一 討論事項第三案審查環境 一 擬據 審查報告 提報約會討論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二 討論事項 第四至六案審查環境 並案擬據 審查報告 提報約會討論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三 約會討論時 均由陳召集委員選聲補充說明 四 討論事項 第一至二案令則旗繼續審查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好沒有意義通過 大會 喔唷 你怎麼一直啊 你這個腦袋 不是腦袋啦 你這個 喔 不是 不是 我替你想啦 我對你一望苦心 我現在來跟你講啦 我現在來了 我現在就長 我對他這邊 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 這就是每一種 但是下降很多 但是下降很多 不好意思 我承認你的最後 這種過度 這個過度 關於第二半 這個過度 沒有沒有 你現在弄慢 row 感谢观看